巴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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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 才艺是样样精通 唯独这一座饭却是略逊一筹 这部天天向上的光威 放出一段最新的电视画面 王一博再次上线做首司机 但整个过程可真的是很好笑 尤其是首司机这道菜 每一部对王一博来说都很难 刚开始动首司机就难倒了一博 唯唯唯唯的面对镜头时 真的是奶盖王一博 为此还有粉丝直接说这是搞笑艺人吗 看着舞台上舞姿作业的王一博 不论是锤煮舞还是吹灰舞 又或是架子鼓等等等等很多东西 都难不倒王一博 但没想到厨房里的王一博 却是个笨手笨脚的小白 看着案板上的鸡 王一博满脸都是一种情绪 我太难了 脸都难出了个种子 微微曲曲的小模样 真的是让人看着挺好笑 王一博被节目主安排做的是首司机 这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却很难 尤其是作为不会做饭 只会拍黄瓜的王一博来说就更难了 尤其是这处理机的画面 怎么看怎么可爱 只见视频中的王一博 身穿墨绿色的条纹衫 戴着一次性手套 面对已经处理好 放在案板上的鸡 就已经开始不知所措了 王一博看了一下后 就直接上手 硬撕案板上的生机 但王一博不知从哪下手 就摘着鸡大腿 就开始硬撤 但却一直拽不下来 时不时的 王一博嘴里还发出各种语气词 哇 受不了了 啊 怎么那么难撕啊 哇 哎哟 怎么这么难 啊 这么难撕啊 看来王一博是把首司机理解成了 首司生机了 从一开始就进入到首司的状态 总之王一博是各种感叹 面对镜头也是毫不掩饰自己的难 甚至王一博的眉毛都快皱到一起了 瘸着嘴 小括号十分明显 整张脸都皱到了一起 手里还揪着翅膀不放 真真的是难死我们的一博了 也不知道我们一博的首司机 最后能不能顺利完成呢 王一博也是一个不肯放弃的孩子 鸡大腿撕不下来 就撕鸡翅膀 但王一博可能真的是误会首司机这道菜了 这道菜不是从生的时候就开始首司 而是把鸡煮熟了再进行首司 然而我们的王一博一上场就开始首司 可能脑袋里还想的是 怎么这么难呢 面对这样的王一博 不少粉丝已经开始在评论区笑出声了 各种哈哈哈哈不断 甚至还有粉丝直接表示 不愧是搞笑艺人王一博 哈哈的宝笑死人了 我的波波竟然要把生的鸡撕开 笑死我了 徒手撕生鸡 波波不愧是你 但是面对这样的王一博 粉丝更多的是都在笑 觉得是这样的王一博真的是很搞笑 甚至感觉这样对于王一博太正常了 甚至看到徒手撕生鸡的王一博 让人想到他的沙黄瓜 不过最后呈现的成果还是不错的 哇 太吓人了 这个 下一关 好 谢谢老师 注意啊 注意保住自己啊 好 我不用将鸡肉用手撕开 把骨头取出来 啊 哇 因为知道鸡鸡呢我觉得它是一种六米的一个一个传餐 希望能够过一博立马到全国去 不过准 啊 Oh my god 哇 小心哦 拿刀 你这样 低波 平时没有走 把他做起来 剩下口水鸡的酱 全部给他淋在那个鸡肉表面 全部淋下去 芝麻鱼 没有什么的鸡肉鱼不来 不够深啊 没关系 没有那个鸡肉好的鸡肉 特别怪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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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口水鸡 我是王一博 哎 在预告中 王一博的手撕鸡成品非常不错 颜值上来看真的不错 想来 手撕鸡应该是王一博 既拍黄瓜之后的 另一道拿手菜了 想想就很期待看到 大家期待看到 王一博在厨房里做手撕鸡的过程吗 好了 在三八妇女节的季天 天天兄弟在天天上上 首次云团中致敬女性 兄弟们领取神秘下厨任务 王一博首次制作手撕鸡的笑料频出 首次拼乐高 终于曝光 汪涵复古家居内饰首公开 满满复古风 高天鹤回忆幼时云夫 王一博挑战首次机 好久不见 云录制节目的天天兄弟 对彼此的想念更深了 兄弟们纷纷表示 不要再加入 好麻烦 赶紧回演播听吧 大张伟说 在家里录节目经常遇到 网不好的情况 而王一博则吐槽 机位太难嫁了 高天鹤表示想念香菜 王一博则最想念湖南卫视办公区的卤粉 说到吃饭 慌含兄弟们欲擒期间 各自在家怎么吃饭 前锋表示不做大菜 王一博则是素食爱好者 平时自己在家做泡面 部队火锅 还先学了手抓饼 被兄弟们一直认为最会做饭的厨神 高天鹤 则表示自己虽然会做菜 但是一个人做饭也怕剩 所以有些苦恼 本期节目每个天天兄弟都收到一个美食任务 但拥有一个微信求助的机会 王一博领取的美食任务是手撕鸡 还要给鸡按摩 让这缺少经验的王一博感到十分为难 直呼 好难 我做不了 同时 他还和鸡对话 怎么给你按摩呀 前锋则场外援助 江言求助切冲断 被汪含调侃 前方你聊天的兴趣 比做菜的兴趣太多了 大张伟和妈妈一起做汉堡 大张伟妈妈说 现在学会了以后 咱们想吃了就在家里做 不用点了 大张伟面露蓝色表示 没事儿还是点吧 笑导观众 汪含家居内饰满满复古风 高天鹤分享自己和母亲的故事 本期节目依旧是由天天兄弟在各自家里录制 节目中也首次拍摄到了汪含家的内景 其家居装饰充满了文人的弃卷气息 硬装的照景方式十分讲究 汪含还在节目中曝光了自己和小木木的秘密基地 回忆起这套房子的背景 原来是单位分房 和球小马克等老朋友都住楼上楼下 邻里之间的和睦氛围十分让人羡慕 除了每人一道命题美食以外 节目中天天兄弟还将各自做一个自己发挥的美食 并指定一个为他做菜的对象 兄弟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为母亲做菜 王一博选择了做一道柚子鸡肉沙拉送给妈妈 他表示小时候都是妈妈给自己做 这次想给妈妈做一次 大张伟则给妈妈做了一碗鸡蛋羹 他说以前爸爸经常给妈妈做鸡蛋羹 现在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 汪含做了一只酱鸭送给自己的太太和妈妈 前锋的妈妈则吃到了前锋亲手做的饭 感叹想到你的福了 以前一直希望有个人能照顾你 今天发现你自己还是会照顾自己 高天鹤则为妈妈做了两只色香味俱全的炸鸡腿 说起这道菜的由来 他说之前家里有一阵子没钱了 但我又很喜欢吃羊快餐 妈妈就每次买炸鸡腿给我吃 自己则去旁边的国营面包店 买五块钱的大面包 这也是高天鹤首次在节目中 讲述儿时与妈妈的温情故事 十分感人 好了 本期的节目到此 想要了解更多娱乐资讯 请点击右下角关注订阅哦 也欢迎大家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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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